AMD Ryzen 99950X3D终于到我手上了 隔了两个月总算是给各位正式分享相关的体验了 老样子我还是会分开好几个内容选题来进行制作 为了就是能在每一个方向中给各位做更细致的分享 因此接下来我也会尽快制作更多关于9950X3D的内容 而第一期我打算来点特别的 刚好我也有AMD Ryzen 99950X 不如就来个9950X与9950X3D之间的对比 只不过我想要进行的对比是他们的能耗比与峰值性能表现 在开始对比之前大家也不妨来盲猜一下 哪款能耗比更加出色而峰值性能更强的又是哪一款呢 说不定这次的测试会颠覆你们的认知 在开始给各位进行测试分享之前 先来给各位介绍本次的一届搭配 而想要直接观看测试内容 可以选择下方的章节直接跳转 为了进行相关的测试 一套匹配这两款处理器的配置自然是少不了的 而在微星MSI的帮助下 我搞来了三款微星家的产品一同搭配 首先是MPG S8701 Carbon WiFi主板 也叫做S8701暗黑主板 采用了旗舰级S8701芯片组 提供了非常强悍的扩展性与接口支持 不仅有两个支持PCIe 5.0协议的PCIe扩展槽 原生4个M.2X槽中也有两个是支持PCIe 5.0协议 并且都是升级了解忆快箱设计 后置接口部分提供了双于SP4接口 最高能够提供40Gbps的带宽速度 网络功能的部分给到了5G加2.5G双有线网口 以及带解忆快拆的WiFi器无线网络功能 S8701 Carbon WiFi在现有的A5平台中 有着非常出色的扩展性能 以及有不错的使用体验 非常适合搭配AMD Ryzen 99950X 3D使用 再来显卡是这一招RTX5070Ti 16GB GAMING TRO OC PLUS 魔龙散风扇显卡 RTX5070Ti虽然性能不及RTX5090和RTX5080 但仍然还是有着不错的性能表现 我也试过在黑神话悟空上体验游玩 在4K分辨率超高画质特效 在只开启DLSS不开启真身承的功能下 也是非常流畅的游玩体验 用来应付4K高画质游戏还是挺不错的 此外在内容创作的部分 也采用了全新一代的边界码器 整体体验对比上一代RTX40系有着明显的进步 微信RTX5070Ti魔龙散风扇板 在提供三把进气风扇以达到更好的散热性能之外 厚度控制在不到三槽 而体积控制的部分还是做得挺不错的 尽管就是这款MPGA 1000G XPCI5电源了 AT PLUS新牌认证外加1000W耳定功率 支持全新的ATX3.1以及PCI5.1规范 采用了全模组接口设计 接口的部分还给到了两组12伏2×6接口 同时模组线接头也有着明显的黄色提醒 方便确认是否有将接口插好 用料部分采用了全日系电容设计 也给到了时间的保修 搭配这次的配置自然是完全不用担心 甚至是将显卡换成RTX5090也依旧能够应付 这里我就直接列出整套测试平台的硬件列表 对此感兴趣的观众也可以自行赞 我们都知道通过Cinebench多核跑分测试 可以得知一颗处理器的性能上限 而在9950X以及9950X3D分别打开BBO and Number 并进行Cinebench R23多核跑分测试 通过最终的得分可以发现 9950X的多核性能表现会比起9950X3D更强一些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在X3D上场的游戏体验之外 9950XU比9950X3D更好 更适合赚注在内容创作工作的用户 先不要挤得下结论 接下来的测试可能会让大家感到惊喜的 那就是能耗比测试 之所以会想要进行这部分测试 是因为我发现到在开启了BBO and Number 之后 9950X以及9950X3D的峰值功耗有很大的差异 9950X虽然多核性得分能够跑到44000分以上 当然测试过程的CPU package功耗是干到了270W以上的 而9950X3D虽然得分稍低1000分 但它的CPU package功耗却只有250W左右 明显低于9950X不少 那如果都将它们统一在相同的功耗 性能又会是如何呢? 因此我在主板Biosnake在基于PBO and Number 状态下进行锁定PPT功耗墙 分别进行100W到250W区间的功耗墙设定 同时除了Cinebench R23多核心跑分之外 也进行了时长更久的Cinebench 2024多核心跑分测试 来看看9950X以及9950X3D的能耗比表现 接下来看看Cinebench R23的成绩对比 结果没想到9950X3D的能耗比全面领先9950X 尤其是在200W到220W区间的差异最大 换到Cinebench 2020情况也是一样 并且大多数的功耗区间差异都非常明显 甚至连峰值性能都比起9950X来得更加高 可以看到9950X3D在200W的跑分 就能和9950X在250W持平了 明明是一样的架构 一样的工艺制程 为何带3D V-Cache的9950X3D能耗比明显优于9950X 但是这份疑问 我也观察了它们的频率与功耗之间的表现 在Cinebench R23场景时 9950X3D在210W之前的场景都能和9950X保持一定的频率差距 直到210W之后逐渐缩小 而峰值频率的部分也的确不及9950X 但基本上在频率与功耗比例还是比9950X更高一些 而在Cinebench 2024的测试中 两者的频率与功耗比率差距再次拉开一些 虽然9950X的峰值频率依旧最高 但与9950X3D的差距其实非常少 并且9950X3D凭借着稍低的频率完成更高的性能表现 另外这里要提一句 最后也测试曲线截取的是结合CCD1与CCD2的平均频率 因此单一CCD的频率表现会有所不同 最后我们也来看看温度与功耗之间的比例情况 这部分的测试结果也挺有意思 不论是Cinebench R23又或是Cinebench 2024 9950X3D即便是在相同的功耗下 温度都明显比起9950X低 只有在100-110瓦功耗下进行Cinebench 2024测试时 9950X3D的温度是比9950X更高一些的 可见全新的3D FreeCache封装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CPU的温度表现 之前测试9800X3D时也明显感受到 它的温度相比于9700X更好压制 但当时只觉得是9700X的峰值频率高很多所导致的 现在看来也许3D FreeCache封装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到这里其实已经有个初步的结论 那就是虽来9950X3D多了一片3D FreeCache的缓存片 但它的功耗表现其实不见得比9950X高 甚至整体还更为出色 当然因为两款处理器只有一个测试样本 考虑到处理器体质所造成的测试变量 本次的测试结果仅供参考 不过即便有体质因素影响 我个人还是主观认为9950X3D的能耗比 应该是比9950X更为优秀的 这或许归功于3D FreeCache技术带来的效益提升 只是碍于小弟我的能力有限 确实无法进一步剖开这一层秘密 而对于内容放缩者而言 特别是对于处理器能耗表现比较在意的玩家 比如那些随了暴毙论用户 又或是那些IPX小主机用户 打算控制处理器的功耗上限 那么9950X3D真的不比9950XX 甚至像我这次测试那样更为理想 对于游戏玩家来说 除了X3D带来的性能收益 能耗比部分是不是也不赖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这里就只做个简单的测试 测试采用CS2分辨率为1080BD画质 分别进行PBO NM2解锁功耗墙 以及100W功耗墙场景下的测试 可以发现在100W功耗墙下 两款收拟器都有一定的性能损失 平均增的部分9950X3D的差距在2.8% 9950X是4% 但仔细观看可以发现9950X3D的1% Log增跌幅非常大 估计是功耗墙测试太低导致的不稳定情况 于是我给两个处理器 再次进行多一档125W功耗墙的测试 这时可以发现 两款处理器的性能表现 均和PBO NM2解锁功耗墙时完全相同 只需不到125W就能在CS2中 释放所有处理器性能了 当然这个结果只限于CS2这款游戏 想要知道如何得知处理器 在不同游戏下所需的功耗 可以利用Amedia的FlameView 记录一段游玩时间 在通过记录里头的CPU Package功耗这里 找到所需的平均功耗 那么只要功耗墙设置超过这里的平均功耗所需 性能基本就不会有影响了 但是之所以能够完成如此的特别项目 要特别感谢微信MSI的协助 特别是这一张RTS5070 Type 16GB Gametro OC Plus 魔龙 真的让我印象深刻 出色的性能和不错的散热表现 为追求极致游戏体验的玩家提供了可靠的选择 同时凭借着最新的Amedia DLSS4技术 实现了在高画质单机游戏中 也能做到高刷新率与流畅细腻的体验 另外在长时间高负载下的 静音体验和强劲稳定性能 无论是1440p还是4K的高画质游戏体验 都能带来令人满意的帧率与画质平衡 如果你是打算考虑选择一张RTS5070 Type显卡 那么这张RTS5070 Type 16GB Gametro OC Plus 魔龙 会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节目到这里基本就介绍的差不多了 原以为带3DP cache的AMD Ryzen 9 9950X3D 更多是在游戏表现上有更为突出的表现 可没想到在能耗比这块也给了我不少惊喜 这让我非常期待移动端上的那颗Ryzen 9 9955 HS3D 或许能凭借这类似的能耗比表现大杀四方了 当然肯定还有不少人对于AMD Ryzen 9 9950X3D 有许多其他的疑问与兴趣 希望我去制作更多关于9950X3D的内容 此外我也想问问屏幕前的你 最期待最欣赏AMD Ryzen 9 9950X3D的哪个部分呢? 是它的性能表现还是本次的能耗比与温度 又或者是因为MDS 欢迎和我一同交流给出你们的看法 下一期就会给各位分享用风冷压9950X3D的体验 感谢学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与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无所帮助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也不妨点个赞 觉得内容有了新观众也不妨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